爱兵朋友 弟兄姊妹 大家处理平安 今天进到农历新年的初九 深感昨天晚上好多人因为被鞭炮的响彻营销之声 搞到你的美梦被搅扰了 我住在那儿也是这样 满地红 这样一个的文化冲测全球 海水流到的地方就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方 有许多这种稀疏文化 稀疏文化本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传统 传承下来的民族的美德 但很可惜 历史悠久了 就变成有太多人为的思想和人为不正当的企图 参加在其间把文化当作一种人可以享受之外 还可以得到的利便带来好处 就是可以发财 所以华人的新年几乎离不开这个字 发财 我相信 充测了这种财气 使到人的心里面充满一种欲望 这种欲望 因为叫Evil Desire 我盼望发财 你盼望发财 大家都想发财 但是没有好好正规去做人做工 做事 就变成不知不觉 人的心一偏斜 就盼望恒财带来的富贵 可以不劳而获享受人间 这种美梦常常是八百的梦 我相信没有这个必要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断只想到财 是人生的追求目标 我告诉你 第一 他的心灵不会有平安 贪财的人不会有平安 第二 他的生活不会有平静 因为他贪财会用许多手段方法 接近去捞起钱财 第三 它会带来很多良心 所带来的谴责跟控告 当人的心一横 按摩良心 做坏事 他心里面就有不舒服的亏欠 跟罪恶感 我相信这种人生你想要吗 不平静 不平安 心里面带来一种忧虑 烦恼 一种错误的思想观 伟大的孔子说 君子谋道 不谋吃 君子忧道 不忧平 人一生的价值不是为了这个躯体的衣室住行 而用思义去追求所填满 我告诉你 永远是个无底坑 人一生可以穿几件衣裳 可以吃几碗饭 可以拥有几件房子 钞票可以用多少张 床可以睡多久 这些都是你意想不到的 帮忙主恩待我们 怜悯我们 今天这年初期我就想了好久 突然间想到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来到了 华人龙丽新年 特别今年 好像很旺盛 因为这条龙重新复兴了 因此龙带来的一种希望 是不是真的 这龙的传人 相对是福音的传人 这两个遥遥相对的真实性 所给我们带来一种生命的思考 盼盼上帝联名我们 来帮助我们 提到龙的文化 你跟我都是在这种长流之下 所以明白了 都是黑头发 黑眼睛 黄皮肤 龙的传人 过去曾经在台湾的侯德剑 唱过这首歌 还有张明明也唱过这首诗歌 《我是中国人》 还有就是龙的传人 这两首歌曾经冲测全球 华人响测营销的 傲视全球的华人 感到很自豪 我们是龙的传人 但我想请问 龙的文化 给予我们带来什么 给予我们带来什么思考 今天我盼望 用精简要道的文化 刚要跟大家提炼一种 让我们可以明白 这文化宗教跟民族性 所困扎起来一种 传统的错误偏差 让大家有所认识 否则我们就跟着年岁的一种 人银智银的一种方式 来过生活 这种错误的观念 是个脑的思考 去转化它 了解它 更是要突破它 为何我们的框架 就是被这种文化的传统 几十年 几百年 几千年 流传到今天 还依然守着一种 错误的传统文化 以为这就是 我们感到自豪的中国文化 愿上帝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同时我要跟大家思考的 福音的传人 福音的传人到底是谁 福音是一个很宝贵的信息 The message is good news Believe the Bible 这种信息给人类带来 一种怎么样的启示 我相信神会恩待我们 联名们 圣经所提到的龙 又是怎么回事情 我就要今天把东方西方 古代现代 所有宗教文化 所累积成一种的 所谓的资料 历史的资料 剖开给大家看到一点 我们所知道的偏差 所不知道的那种偏差 都让我们有所回归到 正统的思想 愿神给我们这方面的认识 从圣经的启示来看 龙又是怎么回事情 基督怎么达胜那古龙 使我们以生命的道来见证 把爱的生命传遍世界 让人可以领受 那真正生命的意义 所带来的价值 愿上帝引导我们 来帮助我们 我们先站起来祷告 我们就来看圣经 请大家很用心来听 这堂的信息 求上帝帮助我们 Let's pray 感谢我的主 祢的恩 祢的爱 在我们生命中 留下美好的祝福 我们的日子 在世间的日光之下 一天过一天 一年又一年 周而复始的 我们转眼成空 我们被如飞而去 人生几度 几个春秋 可以活到几个年数 我们无法预算未来 但我们知道现在 主啊帮助我们 有足够的智慧 来数算我们 自己所拥有的年岁 更有足够的智慧 来使我们的生命 有所规划 但愿上帝 吃那灵感动我们 引导我们 在华人努力心灵的期间 让我们对华人文化的思考 对他们错误的观念 有所认知 并且我们评定 用文化的价值 跟历史的考证 来给予讲解 求你接近你的 不仁当传的信息 暗生启示的真理 让我们每一个人 谦卑的耳朵能听见 开通的眼睛能看见 我们明白过来 主主掌管以下 我们心事意念 需要回归真理的时刻 让我们安静 等候你对我们说话 平定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灵 谢谢你 如此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所求你 阿们 请坐 圣经好几处圣经 但我今天只简列给大家看两处圣经 主耶稣讲到那个堕落的天使 这一条骨蛇 怎么样在幽暗的世界 呼风唤雨 来掌权 来迷惑人 来使人犯罪堕落 失败 跌倒 最后走向那个 永远的灭亡火湖里面去 请大家看 《路加福音》 第十章 我们看两处圣经 其他就不看了 《路加福音》第十章 十七节开始 新约第三本福音书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第十七节开始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护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撒旦 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全并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不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不要因鬼 付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这耶稣亲口讲出 他曾经看见 堕落的天使 在人间是很可怕的一幕 你我都无法看见 这样的事实 但每一个人都在经历 魔鬼在人间所带来的破坏 杀害跟搅扰 这样的势力 耶稣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权柄 你们不需要怕他 我已经给你们得胜了 谁也没有能力害你们 这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 不怕任何邪术干脱害我们 为什么 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跟耶稣的宝血 手中的宝剑 感谢上帝 我们再来看一幕 魔鬼怎么样堕落 在启示录第十二章 最后一本书 启示录第十二章 启示录第十二章 好 早早后我请大家安静心来听 启示录第十二章 第七节开始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加勒就是天使长 他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的神的救恩能力过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自己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坏了吧 只是他一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 不多就气纷纷地 吓到你们哪里去了 从耶稣所讲的 堕落的天使之后 魔鬼在人间到底做什么 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这一只可怕的古龙 也叫古蛇 或者叫大龙 又叫撒旦 又叫魔鬼 甚至用许多形容词 来描写这一条 在当年 义电眼的蛇 所诱惑始祖的画面天使 来成为人类历代 最可怕 最黑暗 最邪恶的国度 Ever Kingdom 各位我盼望求上帝 怜悯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对这方面 有所认识跟明白 今天我们提论到 中国文化的龙 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各位弟兄姊妹 华人对死而生效的一种认知 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随着的风水师所谈论的话语 一致做出一些 没有保障跟不负责任的话 没有保障跟不负责任的话 让你们这些所谓信众 去相信风水的起伏 带来人生的痛苦偏差 这些都是很可怜的 所谓散然心理的制作 带来的可怕 这几天在车上听听 那些风水师讲的话 这些龙怎么样 要怎么发财 怎么做生意 不要靠什么 少参加什么 由得他去摆布一些迷信的错误者 跟随他起舞 他讲的话 他没有给人保障 也没有给人的应许 就随着个人的命运 你几个摄上了 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怜 我盼盼主给我们从这方面上 有所去明白跟了解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龙的文化的历史的渊源 龙的文化是中国人十二生肖 叫做12x sampling animals 这十二种动物 所以龙这一条是虚构的 其他的都是普通的动物 有高等的动物 包括我们有老虎等等 所以十二种动物 鼠牛 腐兔 龙蛇 马羊 猴鸡 狗 猪 第一只老鼠就是猪 这东子都可以吃的 有人杀马来吃 有人杀田鼠来吃 有人杀猴子来吃 猪更不必讲了 牛更不必讲 羊 鸡都可以吃 最好吃 对不对 但这条龙就不是一只动物了 到底这条龙是什么东西 我讲十二个动物之外 十二个动物之内 只有这条的动物 是一条怪物 你不等得明白 我为什么讲怪物 我不是纯心侮辱 我们是根据历史的事实 来讲考证的事件 给我们去明白 去了解 所以关于我们中国人 这条龙十二生肖 我们都跟华人所有的系数文化有细细相关 包括一个人命里存在 好坏 衰运 败运 生翻发财 都包括签策在其中 所以十二生肖 再加上我们天干地支 天干就加一丙丁 物己更新人愧 再加上十二那个地支 地支又 直丑人毛 尘世五位生有殊害 这是辅年 鼠牛辅兔龙蛇 所以这就是一个华人把这些所谓的系数加在一起的 再加上十方 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东北方 东南方 西北方 西南方 上下十方的结合 人就开始去运转你的命里 到底好坏 穷 幸福 或者所谓的痛苦跟病痛的参加一起 那各位 我很快来讲一讲 这个所谓龙 这条虚构的 是我们古代到现在还流传下来 在各族文化里面一种的图腾 图腾文化 你看我们东马 好多的他们那个所谓 达亚族了 都顺族了 嘎达山族了 他们画在身上那些 跌度 还有一些图腾 外表的 这些 这图腾是种很古老的迷信文化 加上一些他们所不能了解的 认为这种东西存在 给我们人可以左右思想 一种操拦力量 帮助我们 可以度过灾难 可以得到好处 可以化显为平安 这些都是种民族性 所给予我们所看见的 但我想 这十二生肖的象征文化 你打开Google来看 我敢讲 我也看到好多的书 所有的Google所记载的 那个所谓龙 都是告诉我们 是个虚构的 不是真实的 不是一种动物 这种虚构的 传说 神话 故事 我等一下会从宗教层面 再给你们多讲一点点 中国人讲的龙 The Dragon 跟西方的Darnassus 是不一样的 Darnassus是飞龙 你看过 那个Jurusipa 你看过吗 Jurusipa 你看那些 外国人拍了很多这种 古古怪怪的龙的戏 跟中国的龙 差别太大了 每一个民族 古老的民族 都几乎存有这种龙的文化 都是传说的 我讲几个 最大的民族 第一个是中国民族 叫印度民族 这两个民族 是最大的民族 他们说存有龙的文化 都是传说的一种神话故事 并不是真的 最原始的 中国我们所流传下来的 在商朝就有这种龙的一种雕刻 雕刻叫什么 甲骨文上面 那龙字你就可以雕 后来传个汉字的时候 才更加显明龙的字 龙的字体 后来就慢慢 人用想象中 把这种龙画出来了 一条蛇变成一条龙 再加上的主 叫化蛇添住了 所以这种龙 有龙须 龙头 龙脚 龙铃 龙尾 龙珠 所以这种 传流下来的 因此华人 特别是我们 中国人很喜欢的龙 因为被 我们的皇帝 使用进去了 所以皇帝穿的是龙袍 龙椅 甚至是龙子 还就是龙胎 龙凤相配 这种传说下来一个美化了这种错误的观念 变为人人都喜欢去捧这种龙 成为一种象征最好 所谓的符号 我们把十二个生肖的象征 每当他当做东主的时候 都描写得很好 连一只猪都讲到它多好 对不对 平时有咬咬咬咬 下来吃 我想请问明年是什么年 蛇年 你看他们怎么去讲 哇塞 买了好血啊 他讲到蛇有多好 去描写到蛇 有多好这种特征 但平时你把蛇当什么东西 这很错误 如果要把这蛇生肖再夸当 为什么不放狮子呢 不像老鹰 对不对 狮子老鹰更好啊 对不对 但这些历史没有办法再更改了 但我想 从这里基本让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十二生肖的象征符号 不过是个传统的迷信 所谓的神话故事而已 请你记得 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来看看 龙的文化 这龙的传人 我们先从三方面来看看 去了解 去明白 去认识这种需要 龙的文化 今天我们华人就已经承认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 是吗 其实大错得错 中国文化不是以龙为开始的 真正的中国文化 是以儒家思想为开始的 你看我是中国人的时候 他就有特别提到 儒家的思想传统 带领我们的脚步 有没有 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是注重人文主义 道德伦理至高的文化 绝对不是以龙为开始的 所以为什么华人当作是龙的一种传人呢 当作龙是我们中国人 很可以自豪的一种象征符号呢 这是不合乎第一点 历史的文化 每一样东西的根据事实 历史有记载的 你说龙有没有历史 有 但在历史之下不是真实的 今天我们在龙的年日里面 有许多人编造了好多龙的故事 龙虚一条虚一条血流下来 龙韵等等 我们尽量想象去编制龙的美好 来使人感到很欢心 各位弟兄弟兄妹 这些都不是一个世事的历史 不过是传统的 所谓神话的记载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太过在意 这龙的文化 是让我们可以用这种文化来象征 我们自己所谓的意义 第二 我们用很多的名称来去描写 这龙 当你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看 有太多了 特别我们有讲到 左青龙右白斧 有没有 这左青龙右白斧 就是华人的一种风俗 来断定一个人 可否带来一种发财 包括安葬的风水 死人所埋葬的地方 这些都是充斥了太多的迷信 特别古代中国有一本 叫《三海经》里面 也提到这所谓的龙 但这条龙是很古怪的龙 我要讲的 是很奇怪 不是一只动物 是一个奇怪的动物 你看龙头像什么 一条蛇 为什么还有龙 还有脚 脚还有狮子的枣 还有那个黎灵的身 那个怡灵的身体 这条龙你看起来好像很古怪 但事实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 很多古迹里面提到的龙的名字 很多很多很多 都是奇形怪状 可以说无奇不有的 这样我们刚才提到第二点 关于龙的宗教文化 原本在我们华人的西数文化里面 龙是没有牵涉到宗教里面的 后来人慢慢把这种宗教的一种迷信 把龙套进去的时候 就编了一些故事 以至人传说这种故事 就成为一种带来美好的人生 结果好多宗教就不断编写了一些 这个龙的文化的故事 参加了迷信的宗教 带来使我们感到很令人不得其解的东西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你都可以看到 这文化里面所隐藏的那种迷信 这是剪不断里还乱的 我先把这个提一提 让大家可以明白 对于佛教的龙有没有 有 佛教他们的经典里面有提到怪龙 但这些龙是所谓一种 不能去解释一种很怪的现象 后来慢慢把这现象 变成一个很吉祥 龙祥凤舞的一种现象 美化了这条龙 不是一个很可怕的龙 是一个带来吉祥的龙 是端祥的 这些我们可以从历史来看看 去了解去明白 但佛教的龙从哪里来了 我今天要解释 佛教的龙的观念 这种古代印度教来的 印度的婆罗门教里面 有四本经典 其中一本经典叫 《废陀经》 《Vida》 《废陀经》里面就有提到 这个龙的事件 在龙的事件里面 也是很古怪的一些 所谓奇形怪状的一种 所谓神话故事 你可以翻开来自己去看 去了解去明白 古代的佛教 在印度教里面说龙 后来被佛教取用了 当时他们用印度话里面 就是Naga N-A-G-A Naga 后来就变成Dragon 就变成龙了 所以古代的印度教 他们这条龙 就是一条蛇神 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根据事实的 一个蛇神 龙 有男性跟女性 或者雄性跟女性 雄性的龙叫做Naga 此性的龙叫Nagini N-A-G-I-N-A N-A-G-I-N-I Nagini 所以龙有男的 有女的 后来我们看见 这些故事 慢慢编住起来的时候 就变成一套很 传说神话的故事 特别中国人很喜欢 看一套的电影 叫做天龙八部 看过吗 金庸所写的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里面 提到很多这种 古蛇古龙的东西出现 就在其间 所给予我们看见 这些龙跟宗教 原本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 所谓神话故事 我说为什么 非常传统呢 因为已经传流下来很久了 人就当作是一回事情 后来我们看见 这条蛇 后来慢慢被印度人 又神化了 叫眼镜蛇 你按Google 你可以看到 Naga这名字 有一个佛像 头上有七条龙 七条那个蛇 Sneak egg 保护这个佛陀的 这是他们 所相信的 这种所谓蛇 后来变成龙 可以保护人 使人得到好处 另外 道教 这所谓龙 他们也相信 这个所谓龙 龙可以帮助 修道士 让他们可以 炼成一个 仙人 有天龙的助阵 所以特别是 龙门派的 全真教 在江西 有一个很出名 很出名的 那个 道教的道馆 叫做 叫做 叫做什么 龙斧山 这是他们 道教的 大本营 他们相信 龙跟斧 就是能够炼成 丹的一个来源 龙代表一种的 拱 就是 Mercury 那个 符 是代表 Leg 就是这种 千 千跟拱的结合 炼成我们 华人所相信的 修炼成丹 叫仙丹 仙丹 就可以化成 变成神仙 所以龙的助阵 对他们来讲 是种很重要的助力 我讲这些都让大家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去明白 了解 龙 在宗教 历史文化里面 充满太多 不可思议的迷信 的存在 好 第三 我们很快来看看 龙的民族文化 就讲到我们华人 华人非常喜欢 因为龙是代表一种人的象征 一种可以龙腾凤舞 龙可以代表一种将来一响光明 带来好处 带来许多对人生一种幸福 造成人可以有许多的财富的问题 各位朋友弟兄姊妹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华人的节日 每到新年 所有十二生肖 被这些风水先生 或者这些蒋缩 这些设计的人 都跟我们华人的 所谓的生活 需要富裕发财 全部把它绑在一起 难道我们华人的西数文化 过年过节 一定要发财 不发财就不能过年吗 不发财就不是好运吗 不发财人生就不幸福吧 我想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刚才已经讲了 那各位 求主帮助给我们认识去明白 因此龙就代表民族是一种精神文化 所以给你带来的好处 使到我们可以 这种精神的寄托 使到我们可以努力打拼 去追求更美好的 人生的前景 这就是我们华人对龙的文化 一种的追求 不但如此 今年好多人都盼望能够生一个龙子 不是耳龙的龙 生个龙子就麻烦了 好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龙年才要生子呢 那明年蛇就生蛇子了 猪就生猪子了 去年就生老鼠子了 没有这必要 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从这方面有一点的认识 对这种所谓龙的历史 龙的宗教文化 跟龙的民族文化 我把这三大结合起来 龙的文化 只能够在华人的西数文化里面 能够产生一种 对我们华人的思想 带来一种 他们人生的追求的目标 但是多久才有一只龙 十二年 今年一过了 明年变蛇了 那要等十二年才有机会 可以重新做一个 有盼望的人生理想吗 错误的 我们做基督徒 应该有清楚明白 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而已 赚钱是为了生活的需要 而我们打拼是应该的 赚钱 让我们生活过得富裕 过得安乐 或者过得顺畅 是好事来的 但不是整天都是为了赚钱赚钱赚钱 而人的价值观 只被钱财的劳控 成一种贡ien 这就没有多大的价值跟异议 愿上帝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 我就簡换把龙的文化历史来簡列 概括来提一提 我再说 这个龙是一个神话的传说 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所流传下来给我们看见 一只真真实实的动物 没有这回事情 但为什么把神话故事 大墨认真看待 一致把这种龙 当作一种这样吉祥 好像把它叫神来看 因为我们相信 它有一种超然力量 所以你看 有天龙 有神龙 这些都把它神化了 很危险 魔鬼很会用这种超然的力量 不知不觉 用神话来掩盖 他的所谓的那种欺骗 人就被陷在迷茫的网络里面 就跟随这种错误的宗教 这叫做迷信的宗教 但愿上帝引导来帮助 好我们很快来看看 圣经所提论到的 启示的龙或者大龙 第一点 堕落的天使的符号 刚才提到 主耶稣基督说 我曾看见 天使如闪电的堕落 其实有三分之人 三分之人的天使堕落 为什么堕落 他反对上帝 抵抗上帝 要跟上帝同等来做神 特别在 后书就提到 他要跟神同等 让人来拜他 他要成为神 堕落的天使的符号 就叫黑暗的撒旦 魔鬼 所以这是第一点 所给我们看见的 第二 幽灵空中的掌权者 这件事情 我们华人大概对这个事件 就比较可以勉感 凡是属于邪的 都是旧幽暗的 凡是属于幽暗的 都属于魔鬼的 也就是说 这些幽灵黑暗的世界 都是有魔鬼在掌控 因此人很惧怕这些东西 免得不要碰上 一直华人在这个新年期间里面 不但我们有一种盼望 有光明的来到 把黑暗把它烧除掉 把霉运烧除掉 把好运带来 就是红运当头 这些我们要明白 去了解 所以幽灵的空中掌权者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魔鬼的存在 是有势力的 魔鬼的存在 它是有它的方法的 魔鬼的存在 是有它的目的的 所以求神给我们 有足够的智慧能力 去得胜它 帮助我们以信心 在上帝的道中 去建立一个光明 有真理的人生 的基督徒生活 第三 天上有龙的征战 刚才我们所读的 启示录第十二章 有告诉我们 天使长就是米加勒 跟魔鬼的争战 争战的时候 撒旦全然失败 被打进在幽灵的空间里面 到处做破坏的工作 所以在以福所书第六章 就清楚让我们看见 保隆说我们穿上全副的金装 好像磨难的日子来抵挡 幽灵的空中掌权者 所以这场的征战 让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 我们感谢上帝 求神帮助我们 耶稣曾经向门徒说 地上被捆绑的 在天上被捆绑 在地上被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在天上的龙的征战 已经失败了 所以在气纷纷地 下落人间 做破坏的工作 华人在这节期都很盼望 能够透过有神秘的附佑 给我们带来吉祥光明 除掉衰运 除掉黑暗 除掉不好的肮脏东西 但我告诉你 你真正归信了耶稣基督 你心里面有光明 有神的爱 有真理引导你 你不需要再惧怕 在黑暗邪灵撒旦的破坏 给你带来的恐吓 我们感谢上帝 第四 我们看主的手中有屠龙刀 祂是完全得胜了 感谢主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为什么基督徒不怕迷信 不要迷信呢 不怕迷信 华人一看到这迷信 他就怕 棺材放下 卸嘴 转头不要看 这些很多迷信的东西 他怕 怕肮脏东西来困扰他 或者来冲上他 或者冲犯了 特别华人 这段时间 你常会听一些人讲 不要充犯太岁 听过吗 什么叫太岁 他都不知道 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听过吗 疑神位的时候要看时辰 显热子的时候要看时辰 免得有乡冲 你就冲犯太岁 太岁对你不客气 就使得你整年衰运 整年生病 整年赚不到钱 这些都是迷信的所在所捆绑你的 一个真正性的耶稣 就是无论你在何处 你不需要惧怕 莫非撒旦 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 已经打败了 那基督徒不需要有任何迷信的惧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真理 有真光 有真爱 有真神 感谢上帝 无论在何处 我们心中有光明 黑暗就不能进来 我们心中有神 魔鬼撒旦就不能胜过我们 感谢主 我们最后魔鬼撒旦被丢在硫磺的火里里 就永永远远灭亡了 那基督徒可以了解明白的真理 但基督徒要明白圣经的龙 跟中国的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圣经的龙 跟古代印度的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是圣经象征 是告诉我们 它的名字叫龙 但它背后不是一条龙 是魔鬼撒旦 所以圣经的龙 不好像一条龙下来 来欺骗你 好像黑龙 不会的 所以不要把它等量来看 不要错误的观念 了解明白 好 第三个方法快来看看 我们讲的是福音的传人 龙的传人带来什么东西 就是带来给我们带来富贵 发财 好处 幸福 但我告诉你 一直想到幸福 一直想到发财 一直想到我们平安顺利 但是当你面对困难 打击 失败 忧伤的时候 你人生就受不了这种命运的安排 我明明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 一个人今天失败 能从失败中学习的经验 你能在失败中去得胜那种痛苦 我告诉你 好过你成功以后失败 所带来痛苦你受不了 盼望主帮助我们 去认识这个真理 福音的传人就基督徒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向人传好消息 什么叫福音 福音上帝爱我这个罪人 赦免我的罪 给我领受生命 领受光明 领受爱 领受盼望 领受祝福 领受信心 领受能力 领受各样的好处 这叫做好消息 这好消息我相信 在龙立新年更应该要传 告诉你 上帝爱你 你信耶稣基督 有圣灵引到你的手 你心里很刚强 有信心 有能力 有盼望 有光明 有真理 有真爱 所以整个生命被这些东西充满 我告诉你 这真是福音的传人 福音的传人是有福的 但我想请问 你把这有福的福音信息 传给别人吗 我们很快来看 为什么需要福音的传人 一定要从这里了解 我讲六大点很快来看看 福音的传人 要从这里开为一个起点 第一 他是女人的后裔所生的 当始祖亚当塞巴犯罪之后 他们就受咒诅 他们就面对苦难 他们就面对死亡 从那时候开始 圣经给我们提到 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蛇要伤他的脚跟 表示耶稣要被拆掉人家的 打扮了长死前的魔鬼 耶稣成为女人的后裔 要拯救罪人 这福音就给我们看见 福音的传人 就从这里开始了 感谢主 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 耶稣是女人的后裔 是童真女玛利亚所生的 我跟你都是男人的后裔 爸爸妈妈 结分交配 把我们生下来的 耶稣不是 圣灵感应玛利亚 童真玛利亚所生的 感谢主 从异典人开始 福音的传人 就从耶稣就开始 点起这个火照亮人类 我们感谢上帝 第二 人类救世主的 这是弥赛亚 请问所有的宗教领袖 有哪一个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没有 但正统的宗教有教主的 没有教主的不要算 佛教 释迦摩尼不是救世主 回教 莫安莫德不是救世主 孔子孔教 不是救世主 道教后来才会 才叫太山老师 也不是救世主 他们是讲述伟大的道理 来净化人心 做好人 行善离恶 但他们没有办法 所以人类的救世主 但我要跟大家讲清楚 去明白 人类的救世主 他来解决人生五大方面 这五大方面 都是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 想尽办法 要找答案 要解决的问题 我讲一次 是要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 都要想尽办法 去解决这五大问题 从这五大问题 找到答案 但他们都找不到 解决不到 只有耶稣基督 米撒亚 给我们得到 第一 人生的罪恶问题 所有宗教都承认 人是有罪的 伟大的孔子也承认 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 圣人写的应用 都承认人是有罪的 人生的罪 谁能解决问题 有人为什么会犯罪 圣经提到 使主要打死 犯罪 他们就面对死亡 耶稣来就解决罪的问题 第一个 主耶稣解决 第二 人生为什么有苦难 苦难嘛 有魔鬼 有小人 这十六就是打小人知道吗 打小人 打死你 打死你 打得不出头 踩死你 踩得不出头 那种震恨的发泄好吗 用火去治他 有没有 看到吗 这种宗教用忌恨来报仇对方 你看这种宗教是宗教吗 你看过吗 忌小人 脱掉鞋子 用火去治他的头 烧他 这种仇恨的报复 不是宗教 第二 人生苦难问题 谁能解决 佛陀想尽办法解决苦难问题 回头是岸 苦海无涯 但耶稣就不是的 约翰飞第十六章 第三十章节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大家可以放心 在我里面有平安 耶稣为什么可以得胜苦难 他得胜苦难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来做人就充满苦难 在苦难中间 就有他得胜 感谢主 基督徒不是要信仰逃避苦难 是信仰去得胜苦难 这是伟大的信仰 不是拜拜 让地儿不要给我苦难 在苦难中 我还有信仰去胜过他 这种信仰是伟大的 第三 人生死亡的问题 生老病死就完了吗 解决问题 耶稣不是 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所以宗教死了 埋葬了 火化了 土葬了 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Empty Tone 人生死亡的问题 谁能解决 就复活的耶稣才能解决 Amen 这就是人类的救世主 弥赛亚 宗教领袖不管了 第四个问题 人死后面对审判 怕第一 怕十八成第一 怕轮回 为什么要打在超度 就是怕他死了 下去下面 谁能解决审判的问题 人有罪嘛 你要下地位 人有罪是不是 人有罪想会下地 因果报应吗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但耶稣爱我们的罪人 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带进我们的罪 还了赴罪在 我们感谢主 审判就挪去了 你明白吗 审判是很可怕的 不要开玩笑 但我们可以面对神 不再受地狱的审判 我们感谢主 龙的文化有吗 没有 他没有福音好消息 我们有 第四 面对永恒的生命 人死的就完了 没有完 人死的身体 埋葬火化 灵魂去哪里 灵魂是永远的 不死的 感谢主耶稣 来到人死的 拯救我们 爱我们 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钉在地上 从十里复活 给我些不幸灭亡 万万的永生 永远的生命 所有的宗教领袖 都盼望找到永生 帮忙不死 下地狱 不要下地狱 要上天堂 要上西方基督世界 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感谢主 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 成全就又回到天上去 这五大的问题 谁能解决 谁能给我们答案 耶稣基督 这福音的传人 很美 第三 福音的企图是 耶稣基督 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上帝儿子福音的企图 所有的宗教 没有福音的企图 No starting point 婆罗教有吗 新都教有吗 佛教有吗 儒家有吗 佛教有吗 都没有 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也是福音的企图 而一犯罪上帝又预备救恩 我们感谢神 给了我们这个最伟大的信仰 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领受了这个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说福音的传人 从耶稣基督传到今天 第四 天下万民 因福音得福 从亚伯兰开始 万国要因你得福 上帝爱世人 我很快讲两点 给大家知道明白 当年在旷野的牧羊人 天使突然在报告大使的信息 他们感到惧怕 天使讲的一句话是 所有宗教没有讲过也不能讲的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的救主 是官复什么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的救主 是官复什么 万民的 全国 谁敢讲 一开始告诉他们 福音是万民的 我们感谢上帝 这是恩典 当年上帝的灵感动了 彼得 站起来讲道 在耶路撒冷 基督教第一场福音 爆炸性的大会 从耶路撒冷开始 他站起来叫三千人悔改 当时就十五个国家 十六种的人 提到福音的道开始 有些传到埃及 传到非洲 传到亚洲 传到欧洲 东南西北洲都有 我们感觉 所以福音是一开始传出去了 这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 启示的第五章 这个是什么 耶稣用他的血 将各国 万族 万民 各方 买素人来 归信上帝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讲到福音的传人 是传给万国 万邦 万族万民的 不是当然中国人 感谢主 第五 保罗是神的感动 呼召一个很伟大的使徒 他一生有使徒的身份 要把福音 广传到天下 他再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跟留前说第九章第十六节 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那有祸什么意思 若不传福音 我就亏欠上帝了 若不传福音 我就对不起 那些没有福音的人了 我不应该这样做 也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基督徒 领受了福音的好 注目的态度 要勇敢给别人传福音 第二 基督徒传福音是个使命感 第四 第三 传福音是基督徒 应该有的一种目标 第五 第四 传福音是基督徒 一个权柄 第五 传福音要得人如意的喜乐 神会赐给我们 保罗说 无论做什么事 在犹太人当中 我得犹太人 在外邦人当中 我得外邦人 无论是西里里人 话外人 聪明人 我都盼望得到一些人 这就是福音的好处 我们感谢主 福音的传人 我们要求主帮助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 每位弟兄姊妹 我依然保留 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 不要丢掉 过年再会儿 可以拜红包 可以穿窗上 吃楼上 没有问题 照样这文化照样走 但迷信的不要了 礼拜一 年初一 不要扫地 骗人的 打破东西说落地开花 那些都是假的 打破就打破 就烧掉就好了 不会多加这些美好的实际 来自我安慰 实实在在 好的文化 保留 传留下来 不好的迷信文化 拿掉它 明白吗 过去你看华人 如果要结婚的话 阿嬷要死了 快点结婚 不然你三年不能结婚 有没有听过 现在有没有 没有了 连踢麻 带校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你常常去看 曾家的祭三堂 有没有 那些子孙穿 短裤穿 随便衣服都去了 那些校已经 如水流般的流失掉了 最后一点 我要讲的很重要的 门徒 称为基督徒 这种安提阿基手 为什么保罗这里提到 告诉我们 一个很多的圣经 特别是路加 记载下来的 这四图新传 门徒要称为基督徒 要从安提阿基手 基督徒是传福音的 传人 为什么 这四大点很重要 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来结束 一定要看 福音的传人 就在最后 最重要的这点 看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或者我们先看 第十三章 第一第二节 先看十三章 一二节 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 第一跟第二节 这讲安提阿的教会 拆派先教师 拆谁 拆保罗 跟巴拉巴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个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拉巴 和称夫尼杰的西面古力 那人路求 一分封之王 西里同样的马念 并少罗 他们侍奉主 进师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 巴拉巴和保罗 少罗去做 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他们尽是祷告 按手在他们身上 就打发他们出去了 安提阿的教会 是很注重什么 传匪的教会 拆传的教会 好 再来看 第十一章 翻过来前面 第十一章 使徒学乡第十一章 二十五到三十节 我念给你们听 很快我用几分钟 就讲完这段圣经 给大家明白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二十五到三十节 他又往少罗 他又往大树 他就是谁啊 巴拉巴 去找少罗 少罗信的主 很热心传福音 后来变了一个主党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城市 就叫大树 一段时间隐藏好几年 后来巴拉巴 这个人才 一要把他找出来 他就往大树 去找少罗 变成保罗了 他又往大树 去找少罗 看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住住 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 一同聚会教训的 许多人 门徒作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起手的 当那日子有几个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 内中有一个名叫 雅基布 站起来 这叫圣灵子民天下 将有大饥荒 这是从各老丢 年间果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义 照个人的力量 捐钱送去 供给 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奸献托巴拉巴和少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去 好 门徒作为基督徒 从安提亚起手的 很重要这句话 这么做成福音的传人 要名福其师 成为基督徒 基督徒信的耶稣 批带基督要传扬福音的人 叫基督徒 Are you a Christian? Yes 我是基督徒 这里讲到安提亚起手 为什么呢 我今天要给大家知道 安提亚教会 是一个很重要 来宣告基督徒 名福其事的意义 有四大方面 第一 安提亚教会 是个传福音的教会 对不对 如果我们说 龙的传人不传福音 那叫龙的传人吗 不是福音的传人 福音的传人 叫传福音 如果一个教会传福音的话 这个教会是传福音 这个教会很注重传福音 对不对 这今天我们教会要学习 第一 第二 这间教会是猜浅 或者猜传先教的教会 有没有 他们猜浅谁 巴拉巴 跟保罗 他们两个人是教会重要的领袖 很有恩赐 很有能力 他们把最好的宣教词 拆出去 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 建立教会 福音的传人 不但我们要传 我们要拆人出去传 阿们 我们教会有先教 第三 这间教会是什么 是顺恋基督徒的教会 很重要 顺恋更多人起来传道 你看圣经里面讲 第十一节 第十一章 找着了就带他们的安提 去 他们住住用一年的时间 功夫 有教会一同聚集 顺恋什么 许多人 看到吗 传福要顺恋 我怕教会能够做一个 传福音顺恋人的教会 巴拉巴是这样 保罗是这样 所以安提亚是个 名符奇事的基督徒的名称 有点注重传福音 顺恋人传福音 注注一年的功夫 感谢上帝 恩典 第四个最后 一间传福音的教会 是出钱出力 爱神爱人的教会 你看教会 你看这里圣经提到 第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一间传福的教会 是出钱出力 爱神爱人的教会 不口讲而已 二十九节 一是门徒定义 照个人的力量 兼钱 送去 共济 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也这样把 兼反托巴拉巴 保罗送到 众长老去 看到吗 耶路撒冷 激方 耶路撒冷的圣徒 缺乏 经济的能力 他们大家 一起兼钱 把兼钱 托给巴拉巴 带过去 看到吗 福到我们是传福音 我们有福音 我们有福利 帮助别人 一个真正传福音的教会 一个真正 福音的传人 不但把 道传出去 把爱也传出去 把钱也传出去 这才是爱的教会 我看到很受感动 他们监管很清楚 很透明化的 你看 他们个人定义 照个人的 你出一万 两万 五千五千 大家召集起来的时候 你看 这怎么讲 把钱 送去 住在犹太的教会 他们把 托给巴拉巴 跟保罗 是有名的 再带到 送到什么 众长老当中去 不是一个人 不会受得诚意 那个 那个 城镇 他们一般人都知道 这些钱 拿去的时候 是透明的 大家知道 拿到钱去 感谢上帝 求上帝帮助我们 福音的传人 我们不能传道 传爱 把钱也传出去 知道吗 耶稣说 我们要有爱心 帮助别人 耶稣常常帮助别人 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 也同时把爱传给他们 把他们的需要 也传给他们 对不对 这叫福音的传人 Amen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教会 能够这样做 不是当他口头上讲 福音使人得好处 福音使人得好消息 福音也使人得到利益 Amen 我们站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在新年期间 我们知道什么叫 龙的文化 我们不是龙的文化 是福音的传人 不是龙的传人 帮助我们 不要去藐视他们 不必去批判别人 他们有他们的自由信仰 但我们一定要把事实 告诉他们 Amen 把历史告诉他们 把错误告诉他们 他们不肯悔改 不肯信 我们就有的他们 不要给他们 针锋相对 不必要 你们龙的文化 是鬼的文化 是堕落被亡的文化 下地狱 不要这样讲 我们知道明白 我们有爱心帮助 传福音是什么 好消息带给别人 上帝爱你 给你祝福 给你光明 给你信心 给你盼望 给你能力 这样才是正面的福音 不要讲反面 使人感到反感 不必要 明白吗 Amen 我们祷告 主我的上帝感谢你 我们深信这些信息 我们听了能够明白 我们爱我们的同胞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同胞 华洲们 他们在五千多年历史文化里面 有太多美好的传承 但有很多的迷信 主要你帮助我们 有智慧的原因 和知识的原因 以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 劝解他们 提醒他们 解释于他们 愿他们 我们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 让教会能够真正成一个福音的传人 不但把福音传出去 把爱传出去 把金钱也传出去 是人的好处 谢谢你 给圣经教导 施比受更为有福 祝福每一位 领受这样的祝福 给我们人生 过一个有意义的新年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